大家好,我是哲偉 今天想要分享的專案是台灣好基地 主要就是想要找出一些還可以種樹的地方 至於這個怎麼找的方法 我們大概是用衛星的資料 做衛星遙測的分析 了解到哪邊有大樹 同時間就會知道哪邊沒有大樹 我們再套疊一個是公有土地的 包含公園、學校、機關用地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哪邊是公有土地 而且它是沒有大樹 所以我們就會說 這邊比較有機會 有可能可以中 或者有可能還要再跟管理單位討論 所以我們大概盤點出來 大概兩千三百個 吞附在台灣的各個大大小小的基地 那很快的我們先 以這個基地的數量的資料 就把它放在Google買賣上面 所以已經可以在網路上面可以看到 是哪邊有地 那有一些是有polygon的形狀 那有一些只是點位 那接下來是 因為這個兩千三百個也是太多了 所以很不好找 所以我想說可以做一些標籤 其實實際上真的要種這些公有土地的用地 然後又希望種大樹的話 其實有幾個形式 譬如說它是希望任養 還是說這個可能還是公務門自己管理 但是你可以捐款 像林務局的林地比較有這種機制 或者是說這塊公有地已經有民間單位在任養 那你比起去跟它搶這個任養路來支持它 或者是這些地呢 其實主管單位可能 也不太希望大家來討論 所以反而更需要大家來討論 所以願景的收集 或者是它有一些環境複裕的想法 那這個第一排大概就是以行政的形式來辦 然後第二部分大概就是 你想要關心的是造林用地 或者是公園綠地 或者是一個掩埋場複裕的場景 那接下來也可以是找說 如果我比較直接一點 我想要找高雄市 那有相關的標籤 所以大致上是目前整理出這些標籤 要用查找的人去評分 那所以這一次的大雙 我們大致上還是希望在整理資料部分 邀請大家來參與 所以主要是 我們剛才是找到地的 但是人在哪邊 社會上哪些行動的攤位 不管是企業的CSR 或者是在地的社區組織 他們的名單 如果我們可以整理出來 我們其實就可以把剛才的圖台 給他們參考 從他們的經驗再來做修正 所以今天想招募就是資料整理的朋友 然後網頁剛才的這個基本架構 如果還有一些改進的方向也可以來做 那最後我在簡報上也有放一些 我們目前有使用到的開源工具 跟開放資料的分析方法 那簡報裡面大概還有舉出一些具體的個案 我們用這些工具來修 那例如說畫面上是用一個react的 前端的網頁工具 它其實就是讓大家把一個願景畫出來 因為剛才可能我們開到一個空地 其實也不太有什麼想法 還是一個畫畫的東西 我們把一顆樹黏貼到這個視覺上 就用比較好的方式去溝通 好 謝謝